让他开始执行,前面用蛮多的 我们主要是在网路连线的时候,让他执行这个执行序 也就是另外开一个should 给他,让他在那边run 但是他有个问题说,你到底他有没有继续run 或者run的情况到进度到哪里,你根本不太知道 所以他其他还有什么,可以暂时让他停止 或者暂时让他停止 或者你让他暂停slip 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停止 Joy之后的话,他就慢慢就会等死 然后Destroy的话,他就马上去死 不过Destroy我看了一下,他好像在后面的版本慢慢就把它移掉了 我在想说是不是他4点X以后的记忆体Mari的管理比较好 所以你跳离之后,以往是在onDestroy里面 要把stray,你可能开好几个stray 要通通把它Destroy掉 那他之后好像,我感觉他之后在2点X 他会在背后run 可是4点X之后几乎都全部 你只要Destroy之后,他全部通通都帮你移掉了 所以这个可能是记忆体管理帮你做掉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简单的sample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假如说我今天要run一个什么 开始下载 比如说刚刚不是有做一些动作 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回来 那你按下去 假如说我要让他可以按一个进度 有没有 10,20,30,40,50 如果让他可以有一个进度 跑完了 有没有 那你user会感觉 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确定是OK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到 就是说 当他跑 那个stray跑到什么进度 他回来告诉我一下 那要怎么告诉我这件事情 其实在stray里面必须要多一个叫message message 他会给一个handle 然后呢我们利用这个去再告诉主执行去 到底进度在哪里 所以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那这个sample里面 这个view里面我们第一个来看一下 这个view也非常简单的 就是上面的话 我们会用一个叫主要几个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在上面布局一个testview 就是 就让user知道说按一下可以下载 第二个的话呢 这边可以有一个叫做 叫做preg bar 这个就是进度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去调整一下 他最大多少 从多少开始 有没有 这边有个属性 max 多少 那一般的话我把它填100 最大就100 从多少开始 这个地方的话可以设定 这个地方的话可以设定 第二个底下一个button 再来的话呢 有一个testview 这个地方有一个time1 那这个部分的话 总共会有这几个 画面上会有这几个东西 好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